在地上撿到人家要掉錢 大姐,你單純把那個東西丟掉,我就可以判定你 你的人口很容易往生 你的人就是太驚了 你驚了就太驚了,然後經過法輩聰明路 你常常這樣子 明知道他會賺錢,跟你講也會怕,不可能 結果人家跟你講也不相信,結果看到人家在賺 對不對 不是 不是喔 既然這樣子講他就麻了就好 我們就談不下去了 OK,來,還有沒有 沒有,我們就進入下一個問題 來,開玩笑了 瘋狂瘋狂 如何觀察房子,自己的房子跟風水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這裡要大概講一下 因為裡面的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你包括辦公室,還是我們的房子 你可以用生的飯,煮熟的飯 還有我們的植物 還是動物 還是樹,可能去觀察 還是小朋友去觀察 那如果外面的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對不對 那外面的我們的詹老師,我們的詹大仙 基本上是桃跟紅 因為他把他自己變成是藝人 那我們不行,因為我們穿堂裝不行 那一般我們的這個 外面來看的話就是很簡單 如果說這個建築物是在300公尺以內的 300公尺以內的就會形成那個煞氣 像壁刀、斜刀、剪刀剎、還是鐮刀、還是水卡、烏角、官帽 這個都會有 那原則上這些剎都不用怕 當你如果發現有這個剎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最基礎的一個班 就是DIY班 很簡單,你可以到我們汽車百貨 你去買一個圓的突進 圓的突進可能一個才50塊還是60塊 你先不用買山海鎮,因為山海鎮很貴 唯一說,這位阿姊,這位泰坦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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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玩那麼大就可以 這樣就好,你再看你再看我 對不對 跟我的身材才會比例 差不多這麼大就好 好啦很簡單 然後買回來之後呢 你就拿到你當地的土地觀看去過108圈 108圈 108圈回來之後 就把它黏在你,對到那個玻璃 反射回去 了解意思嗎 但是它在黏的過程當中 你要再用一個紅紙 撿一個紅紙 差不多10塊錢一幣那麼大 就黏在那個凸透鏡的正中間把它黏住 算是那個凸鏡裡面的紅紙就對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然後過路就把它貼了 就把它反射回去 然後再觀察一陣子看看 平穩下來了 然後對到藥罐子 也沒有再吃藥了 那就OK就破了 你就不用再來找藥犬法師 集合的看就沒丟 我都會把藥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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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給我賺錢 這樣我比較不會比較不會讓那種大的麻煩 然後這個你剛才覺得好像還是不行 那你就會來找我 那你就會來找我 就是一般比較簡單的方式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那如果是說這件煞你是住在13樓 你眼前看去的那些煞都是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 比方說可能你是在13樓 像我們在13樓 那對面那些可能是在10樓 9樓8樓 那那就沒有關係的 那些煞是煞你不到的 你相信你不會中 聽話意思嗎 子彈打到這邊 你也好就掉下來 所以入衝的話 入衝就沒辦法了 入衝就沒辦法了 入衝就不一定了 入衝因為你是整個上來的這邊的空間比是空的 空的它的風整個吹過來會有風箭 還是有影響 了解意思嗎 所以那個還是要掉一下 我是講的是那些藥罐子 什麼什麼什麼官帽煞之類的 那如果你有當軍警人員 你就需要官帽煞 因為官帽煞會讓你會升官 如果你不是就沒辦法 像我們如果大門打開看到電線桿 好不好 不好好不好 可是有一種人很好 有一種人他們就需要這種 打開大門看到電線桿還有便電器的 家裡有做五金冷氣的、水電的 都沒有 來 如果你再次開冷氣機 修車台 還是這個 只要跟這種冷氣馬達有關係的 你就是需要這種煞 電器 對 你就用 就不可以用突進了 你要換用凹進 把那個力量吸進來 借力死力 你生意會做不完 所以其實你不用怕 有法比喻 第一日月的生日 是去你家裡給你看 你家裡不可以用 你家裡不可以用拔我去找 一家裡就找 那是三日月 二日月是給你看看 這要改 這要改 又開始了 講講 很快 這樣 那二日月 一日月是給你看 你這就是怎麼稍微 用什麼東西 用就OK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 你自己 啊其實 好像我們剛剛數美節 我們剛才說的 電視節目看多了 那每一個派門 每一個派門 說說話都不一樣 但是你自己心裡要有一把尺 誰講的對 誰講的不對 你要有一把尺 你不要人家講一個 你就去聽那個 另外你就會看到 這個長得比較帥 要聽這個 到時候會亂掉 會亂掉 所以你就是你心裡要有一把尺 剛才有一個妹妹叫我幫她看那個下巴 等於你長得那麼漂亮 還要去弄鼻 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很簡單 自然的定律 我們宇宙就是一個自然的定律 那這個自然的定律 你不要去違反它 父母親把我生下來就是這樣子 你要去違反它 那你就會破了 像陳友漾跟朱元璋 為什麼朱元璋會當皇帝 陳友漾不是很厲害嗎 掃遍整個黃河長江嗎 為什麼後來皇帝被朱元璋 朱元璋沒無功無德 為什麼被他佔據 被他做了皇帝 陳友漾穿耳洞 破下 男生千萬記得不要穿耳洞 因為男生 你只要你一穿 那女生沒有關係 女生沒有關係 除非說你是雙公命 什麼是雙公命 兩個老婆 所以女生是雙公命 就是你是陰陽同體 你是很男子氣概 可是你實際上你是女的身 我們社會上很多人這樣子 女生 可是做男生的事情 然後個性又很像男生 那叫雙公命 男生也有雙公命 你有看過那個男生走路 沒有 那叫雙公命 那為什麼雙公命 就是在懷胎的時候 你家裡現在目前有親戚朋友 有懷孕的人 都沒有 OK 注意了 有懷孕的 現在就再教你們一招 當你有懷孕的時候 明知道你的親人 他肚子裡懷孕是男胎 你要告訴他 下一次到婦產科去 做產檢的時候 不要跟孕婦同坐在一起 比如說我們三個都是孕婦 對不對 孕婦孕婦 我們都要同坐在一起 這樣子等於胎氣很容易被換掉 因為一般如果生女生的 他會到公廟去 老師我去那三個女生 那女生的 我幫你換胎子 那老是沒有那麼厲害 一般 除非說你是四個月之前 我可以幫你換胎 那你差不多四個月就是換零換氣 換零換氣就是要藉助法術 去幫你的這個胎換過去 那他只有換氣換胎 他零沒有換 所以 世上就是 女生很像女生 女生很像女生 那你這樣意思嗎 陳姐你會放下刀坐在一起嗎 不要我關心這個問的很好 好來 我現在示範一下 我坐著 那我是女胎嘛 你是男胎嘛 那我就看著你 然後我就摸我的肚子 鳳下鑽回心 鑽回靈 鑽回佛 鑽庭鑽庭鑽 十五星鑽來我百度地 那你了不起你就是了 就完全不見了 因為他會去求助神明 求助道壇 那道壇的法師就會告訴他 那奏語簡單一面 你就這樣做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很重要 像你現在為什麼以前的金光檔 金光檔為什麼那麼流行 其實金光檔就是他們 其實是有粗節一些法術在裡面 他可以把你催眠 等一下拿錢給我 這樣了解意思嗎 OKOK 來 好問題 老師這意思是說有法律就不要跟別人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如果你就會說不會怕 會怕你就還有個方法 老師教你來 我們的左手代表日 右手代表月 那就很簡單 蓋在肚臍這個地方 蓋在肚臍的地方 你的氣就會跑掉了 因為你的肚臍的這個氣 就是他對外有個氣 就把他幹出去就OK了 你們都沒有懷孕了 他有情人 來OK了 來 蘇美姊說這次的題目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次的題目都說得差不多差不多這樣 老師你可以自己改編沒關係 我自己改編 我們來講一下燈數 燈光也有重要的 燈光美氣氛佳 這是男人犯罪的時候 酒金三次貴都沒有人贏 很簡單 我們這個燈光就是很重要 因為燈光代表地球任何的東西 敵不甘三種要素 用科學來講 什麼東西 對 陽光是空氣水 那陽光代表就是跟燈光有關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們辦公室裡面的主位 董事長的位置 你的燈數一定要多 一定要多 以五 七 九為主 五顆 七顆 九顆 那如果你是你的領導階級 我的主管 我董事長以下的領導階級 主管 如果你是九顆他就是七顆 變成這樣子 以此類推下去 那在我們的房子裡面 房間 家裡的房間也是一樣 我們最亮的地方是在哪邊 客廳 那如果有安神明呢 當然就是神明廳 如果沒有安神就是神明廳 如果沒有安神就是客廳 然後再來第三個 換哪邊 哪邊要亮 餐廳 餐廳跟廚房都要亮 最暗的地方是在哪裡 房間 房間 對 就是房間 其實我們最暗的地方應該是要在房間 庚廳暗房 那一般我們的格數就是客廳 十顆到十二顆的燈數 那如果是神明廳也是十顆到十二顆的燈數 那在廚房的話就是六到八 六顆到八顆 那房間一般我們都是以五顆以下為數 廁所一顆 因為房間裡面傳說中這個歡喜二神 就是我們剛所講的這個床公床木 另一說法就是咒王跟譚錦娘娘 因為那時候咒王武王伐咒 武王伐咒是什麼商朝的事情 那武王伐咒攻進去這個城市裡面的時候 那個這個咒王就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跑了 那就跟譚錦娘娘自殺在床上 因為那時候咒王昏庸無盜 聽說他一天要七個女人 他才有辦法過活 後來當他遇上這個彈琴娘娘 他後來就沒有 可是很昏庸 後來他們是自殺在這個床上 那他的風仙台上是封他為這個歡喜二神 這樣了解意思了 所以他們是全身只有穿個簡單的活紗而已 你們是去想一下 就是盡量不要開太亮 意思就是說 夫妻之間在房間裡面 竊竊施癮慢慢的怎麼樣 就是感情越來越好 那你還有房間幾個女人 你也不知道 你也曹操了事 太太說也是好事 你也要說 你還跟我說 你還跟我說 這都賺了 請問一下 他歡憂無能 為什麼還會變成歡喜二神 因為風神法 那個是 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中國的歷代 這個風神也講得非常的好 其實這個風神法是因為我們的座王去戲弄誰 知道嗎 九天玄律 他去那個廟裡參拜 哇怎麼這麼漂亮 這個如果取回來當妻多好 後來就是謝祖神明 那我們的這個九天玄律 就畫一個這個九尾胡椅去化身去 要去拜他這個王朝 其實這個故事是已經 暗中就已經在吵旁了 好像說 就好像說你們兩個人在吵架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 我暗中在吵架 其實就是我那個通廷告祖 你聽過嗎 通廷告祖 跟那個原始天尊 他們 你是原始天尊 我是通廷告祖 我要看我這邊的徒弟門下是比較強 還是你那邊比較強 其實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三十三萬六千神還沒有封 那時候還沒有封三萬六千五百的神 所以後來就是因為要這樣子的一個典故 來封這些神出來 其實那原始天尊跟通廷告祖 他們在暗中就已經在操旁了 了解意思嗎 其實不能講到他溫庸無道 這樣夠問題嗎 那如果 沒關係來 OK來 如果他中皇都已經 像現在那個結緣等 他都已經有四個動態在那邊 那我們怎麼辦 回家就把它拔掉嗎 沒有啦 不是拔掉 其實還OK 你突然算一下燈數 如果算起來 燈數不會比客廳多 那就沒有關係 再來就是你的燈下來 不要壓到你的床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你自己看一下燈數 那這樣 老師如果像辦公室都是燈盤 一盤一盤 一根一根算還是金剛架 以根數算 有的一盤裡面有四根 有一盤裡面有五根 不一定 這樣了解 這樣還有問題嗎 那有單雙數之分嗎 一般公司 正常都是單數 公司我剛才說過 九還是七還是五 這裡就是以雙數為主 二四六八十十二 那如果家裡有書房呢 書房也是僅適於客廳以下 就客廳以下 但比餐廳量 比餐廳量 對 沒錯 可是兩個可以同等沒有關係 來 這樣三點半了 我們可以到幾點 五點 有的人要休息洗手這個嗎 有要跟我講嗎 大家不要休息個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我再說 我再來送你一次 好不好 我怕你太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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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來上課 你很辛苦 好啦 我們休息十分鐘 暫時